大家好 馬世莉 凡哥好 葛大天好 葛大天好 這就是當年的陳詩少女 真的喔 如果說當年的陳詩少女 說她們兩個組合的話呢 到現在還不會結算 真的喔 你說不應該跟黃雅民就對了 對 你們兩個組合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結長補短 對… 我們兩個歌詞怎麼搞的 我們兩個唱的都不一樣 我記得的時候她就忘記 她記得的時候我就忘記 所以你看剛好配得很好 其實如果有這個陳詩少女 是你們早就解散 不過可以互補的原因就是因為 雖然歌 歌詞不是記得那麼清楚 可是剛剛這樣一轉圈 舞蹈就很棒了 對啊 我還偷偷一邊唱歌 一邊講 唱完這邊兩個月兩位我 轉一圈這樣 我先轉一圈 然後再看到 哇 妳不要亂轉 妳那個裙子這麼短 對啊 人家都說我裙子短 其實她的裙子才短 她這樣太性感了吧 妳這個是透明的 對…透明的 她剛剛語言走來我就嚇一跳 不是這樣看人家的 不是 一般因素算了我看妳 不用怕了 我們穿這些裙子裡面 都會有安全褲 有嗎 喂 柯大哥 你還不是這樣看 我有眼下頭 我一定要低頭 拜託好不好 福利社不是只有那一邊 人家安全褲都露出來 我們這邊安全褲什麼 喂 她上面 蛤 馬姐要看上面 馬斯利不是靠下半身的 她還不靠下半身她靠哪裡 你看她的上半身 馬姐是上下都有 她的身材 散系頭燈你看看 多棒 今年最流行的 而且我聽那個誰講說那個 陳什麼方 陳佑方 說馬斯利胸部為什麼這麼大 為什麼這麼大 然後馬姐就很壞 馬姐說 那個是邝明傑不是我 那關我什麼事啊 不是 到底是妳還是邝明傑 都沒有啦 是我們上節目的時候 那她硬要找一些話來說啊 我馬姐的是真材實料 真的嗎 那妳那是 因為我都看過 妳那是 現在要擠的話小心 最近那個新聞在寫 對 對 我們有在尾的後面 老婆娘要記得 老婆娘沒有在做 那就是事情 現在有那種尾的說 要弄脫 從後面 你尾的後面肉 刷在頭前這裡 對 兩隻臂的尖尖那種 要洗妳 穿調整型內衣 因為調整型內衣 你現在穿過這裡 聽到這裡會那個細胞都四 纖維化 因為那個血液不循環嘛 對 它就會僵硬在那邊 所以說本來 本來胸部應該是U字型 他把它穿成D字型 兩個滴 而且那個那種 最後那邊很死很假這樣 那個奶 聽妳說 那個胸部 那手也不需要這樣 胸部跟奶不一樣 這是沒有水準 要說什麼 乳房 那個奶怎麼樣 不是 這個奶 這樣擠的話 真的奶 不然久了以後 它會變得很呆板 就像人 沒帶沒去這樣 睡覺之後會紅紅一樣 你擠之後那個奶 變這樣 什麼 什麼 哪有表情呢 就脫下來那個胸部感覺不會瞪 沒有微笑 沒有眼神 對 那黑眼圈太多了 沒那麼誇張了 什麼黑眼圈在下面 很誇壞 人家說麻吉沒有麻吉粉紅色的 真的嗎 可是他有眼袋 不是 鄺民潔你這樣讚美麻吉 好像說你自己有沒有 黑的發亮 不是 正因為他沒看過我 他睡覺的時候靠窗戶 靠窗戶會曬黑嘛 不一樣 所以兩位在嗎 我們現在到底在研究什麼 沒有啦 我們在研究說好美麗診所啦 對 為什麼那麼紅這個戲 就是跟整形有關係的嘛 聽說你曾經演過一段戲的時候 黃品源的那個重要部位被你打 真的 你怎麼演都知道 真的 不是我講的 我沒有講 對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那一天 那一天是因為戲什麼 她喝醉 對 那我跟黃品源要扛她進房間 對 結果她就一隻手弄在我這邊 然後她就在那邊晃來晃去 她說我今天福利很好 因為右手抓我女兒的奶 左手 左手還那手還沒有 還沒有 然後就一直走 走到房間裡面 然後就躺下去嘛 但是因為她太重了 然後這樣 啪啪一躺下去 然後她手就這樣 啪啪 我很自然就這樣 因為喝醉酒的人 手一定很自然就這樣放 對 那她在我旁邊 我就剛好放在那邊 我自己手就彈回來 我嚇一跳 你都紅了你知道嗎 那我就很害怕 對不起喔 是不是彈回來還是被打回來 不是 我自己感覺到 我就嚇一跳就拿回來 所以你有自己認為你 你打到她的LP 對 黃品源說什麼 沒有 我以為是碰到她的蛋 不好意思啊 很害羞 碰到蛋的聲音不一樣 啪跟啪不一樣 但是黃品源說 你不是碰到我的蛋 你是碰到我的小雞雞 沒有他們這樣講啦 她說不會香腸 那是香腸啦 香腸 然後後來呢 因為這場戲呢 被剪掉了 因為播出的時候被剪掉了 然後她第一時間就跑去告訴黃品 黃品源說 真是對不起我的香腸 竟然有碰竟然沒播出 馬斯利真的會這樣子 哪有啊 我上次有一次在高雄也是 對啊 我們就朋友請唱卡拉OK 她也是很自然的 就手一靠的時候 就會靠到你的重要部位 對啊 沒有啦 她的手會認清人 沒有啦 才不是呢 因為有時候大家都熟了嘛 做的時候總是會靠嘛 有時候要有手臂可以靠 沒有的話它變成你的腳可以靠 它常常就是直接這樣靠你 然後那個那天 我想起來那天是那個 KTV那種沙發是很長條的 那比如說我坐這邊 中間還坐了他 那我要跟賀大哥講話 我就說 一個拐子就上去 然後就把他 我很少有這種感覺 能不能個人再來安排一首歌曲 千萬不可 賀大哥怎麼講 不是 她們一姐唱 沒有問題 馬斯利這樣會不會難他 馬斯利很好啊 而且唱歌很好聽耶 有進步嗎 有 真的嗎 人家歌唱平台第二名出來 拜託你嗎 拜託你嗎 聽聽人家的實力 真的 上次那個羅碧琳都來唱了 你忘了 真的嗎 如果我們還怕什麼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一個人唱 我們唱一拍好了 來 什麼歌 我當然要唱一個比較輕快的 比較熟悉的 以前我們那個時候作秀我常常 常常聽到的歌 不會唱愛在旋轉吧 什麼啦 人家就是要唱愛在旋轉啊 你怎麼講 愛在旋轉 那你呢 你這個該不會唱那種什麼 劉家翔的歌吧 我喜歡他 我會唱首老歌 真的是他 不要唱日落北京的錢都可以 也是這首歌吧 有近視野一定會主手主腳嗎 這樣什麼 因為他看不到大字棒 不是 第一個他看不到 第二個這首歌他也不會唱 第三個呢 它是我們這個戲裡面呢 三個中的一個音痴 其中一個 聽說很會走音 來 四位先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自己從這一位 對… 先從哥哥到這裡來 來 先講劇中的演什麼 名字 然後再講自己的名字好了 OK 現場的觀眾大家好 電視機前的觀眾大家好 主持人不用好 啊呀呀 鳳大哥好 楊凡大哥好 我是浩美麗診所 飾演護士賈欣欣 那我自己本身的名字叫陳佩琪 身高需要爆嗎 不用嗎 身高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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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介紹三一五十歲 那就直接跳過去好了 他是模特兒 我是從模特兒界轉過來演藝圈 然後這是我在演藝圈的第一個工作 跟林志玲熟嗎 跟林志玲熟嗎 不同公司 我跟思玄姐比較熟 陳思玄 思玄 對 對…身材也很棒 謝謝… 好 也是個模特兒 第二位 來 主持人好 大家…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豪美麗診所飾演小護士優子 然後我是YoyoTV的 胡蝶姐姐剪朱琳 胡蝶姐姐 嗯 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謝謝 那這一位不用介紹我知道 他是廟室出來的 那個神坦泥出來的 你剛才都同手同腳嗎 對啊 你怎麼會這樣 沒有拍子 怎麼會這樣 所以你比我來這裡做一個百科獎的一種 對 百科獎 剛剛那個佩琪在裡面說要練台步 我說那你們會不會走那個七爺八爺的台步 對 他一直在講七爺八爺 我想說他應該很正點 那就來一段好了 不是 他能把我的一顆心也跳成七爺八爺真的不容易 來 你來介紹一下自己 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叫做 我是豪美麗診所裡面的小護士凱樂 那我本名叫做鍾婉婷 謝謝 鍾婉婷 鍾婉婷 她是 她很糊塗 她在我們的戲裡面 她也是演一個很迷糊的人 可是她私底下其實也是很迷糊的 她之前有怎麼迷糊過呢 有沒有 她有一次啊 就是我們一起去做宣傳啊 結果 她穿著牛仔褲啊 然後就跟我們講說 欸 我今天帶了兩雙鞋 特別帶了兩雙鞋 你們幫我配一下 一雙藍的 一雙黑的 然後她就拿出來 我們想 牛仔褲 那藍得漂亮啊 她真的 那好好好 她就回去帶一隻 啊 我只帶了一隻 好 接下來這一位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提到余大哥就會想到 雅萍姐 再來就想到余婉琳 這個余婉琳 我又叫余小萍 又叫余婉琳 長大了 越像這個雅萍姐 對啊 一模一樣 好像喔 真的一模一樣 來 也跟大家問候一下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在毫馬力整首裡面 飾演一個故事叫做馬海倫 就是戴著眼鏡的那個 嗯 嗯 從很小的時候我們就看到她長大喔 嗯 那以前有這麼多的機會 都可以演戲唱歌啊 想走這一行 為什麼到現在 機緣巧合 她本來在這行沒有興趣的耶 喔 是是 對啊 有一段時間都出國去讀書嘛 對啊對啊 還在國外打工嘛 所以都沒有回來 跟弟弟一起去嘛 跟弟弟妹妹全部一起去 都一起去 到加拿大去 對 後來弟弟也慢慢喜歡唱歌 妹妹喜歡演戲 最近她才真的 真的走到演藝圈了 她爸爸一起演戲真的有好處啦 保護她 第一個保護 第二個就是 妹妹敢欺負她 這樣沒有搞頭也不好啊 不是 她現在她也不會想要這個啊 對不對 不是 我們去拍戲的時候 我們在東區拍戲耶 她只要出去逛街或幹嘛回來報 她爸就一萬塊就給她啦 然後我們去另外一個診所裡面 然後我們新的診所去拍外景 然後那邊有很多的保養品化妝品 她直接就拿她爸的把 她爸就卡給她 直接刷她爸的卡 從外也不用花錢啊 多好啊 難怪她爸爸最近支票退票 難怪她爸爸最近支票退票 好 今天一陣他們來了 我看我們這樣好 我們讓大家顧過癮好了 我們來一段現場的好美麗診所 其實他們個人其實也有一些才藝要表演 有嗎 有 有 有 這個佩琪是 模特兒 那我們這個模特兒 當模特兒最重要叫走台步 走台步 對 你先來示範一下 你來介紹一下怎麼走台步 來 好 其實走台步很重要就是要穩 然後有一些新手剛上來 剛上台左秀的時候 其實台步不是很好 你先走一個不穩的給我們看看 不穩的喔 不穩的那凱樂來 你看過的 不穩走 凱樂來 不穩的喔 凱樂來 為您介紹這一套睡袍 睡袍 好 來 今天最新的行裝 來 由我們的凱樂 走台步的時候 主要需要以一直線為主 一直線 對 其實我也滿穩的啊 對啊 太挺穩的啊 然後定點的時候一定要清楚 清楚嗎 怎麼會不知不覺 八家這樣的樣子 又會過來 還會墊起來 他的手要出來 媽都走台步 不知道這樣嗎 好 那這位小姐 妳已經被淘汰出去了 20塊給妳 妳可以下台 好 我們來看看 怎麼走台步 來 妳介紹 2005年最新的村莊 好 配上無聊的牛仔衣 我們把牛仔衣給脫掉 好 現在我們看到 model的這一件 地球很可愛 她最可愛是裡面那些小可愛 掌聲鼓勵鼓勵 感覺真的很好 所以她很適合做model 因為model的胸部都不能太大 好 這個是我們這個佩琪走台步的部分 謝謝 接下來蝴蝶 蝴蝶姐姐 蝴蝶好 嗨 你好 蝴蝶姐姐 謝謝 今天來一段什麼才藝呢 我不會走秀 可是我很喜歡跳舞 喜歡跳舞 那我現在可以拉筋一下嗎 拉筋一下 可以啊 謝謝 妳要怎麼拉筋 要幫我們幫忙 妳要在這裡拉筋啊 嗯 房哥可以請你幫我拿麥克風嗎 那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不是啊 拉腳是嗎 不用啦 好 怎麼拉筋我們來看看 唉唷 劈腿 喔 喔 喔 好厲害 哇塞 真材實料耶 這是前劈 可以側劈嗎 側劈喔 側劈嗎 對 我可以 我可以把腳舉起來 那怎麼好 那怎麼好意思 那裡面有穿安全褲嗎 有沒有 有 哪有一個人沒穿安全褲 誰不穿三角褲出來的 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你們穿四角褲 因為她穿運動褲 我怕她們沒有那個 你可以雙腿打蝴蝶蝶嗎 有啦 雙腿打蝴蝶蝶不可以啊 雙腿怎麼打蝴蝶蝶 你告訴我 好 可以把腳舉起來喔 這個不容易 這姐姐是練過的喔 不要亂學 好 來 喂 右腳 右腳 右腳都舉腳 我是不是沒看到 喂 妳在什麼表情啊 女人喔 沒有 她在後台做運動的時候 就是這樣 妳這樣表演 妳將來一定會成功 是不是 我真的沒看到耶 什麼 誰要看到 她是看她腳有沒有舉起來 妳在看哪裡啊 妳在看腳對啊 我看到這麼一個秘密 這一招邝曉玲也會 這招邝曉玲也會 邝曉玲 對對對 上次我看她表演 對 請抬右腿 賀大哥你都不懂 人家 人家 幾乎都是練那個左腿比較多嘛 好 來 來 抬那一隻腿啊 多棒 你看 所以你們兩個可以集 來 賀大哥 你幹嘛要抬紅腿啊 可是 什麼 一直要憑空想像 欸 你們兩個喔 乾脆抱在一起 舉起來有點像勝利的感覺 兩個V V這樣子 好 來 預備 預備 兩個各舉一遍 一 二 三 這段門謝謝蝴蝶姐姐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恐怖的來了 恐怖的 好 來 為什麼我是恐怖的 不是 你的才藝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想像 你不可能是唱歌 不可能跳舞 對 也不可能什麼走光似的 對 您說來一段 鼠萊寶還是 繞口令 因為我國語本來就講得不好 所以我就想說 凡間來一定讓大家笑的 我講台語也很好笑 所以來一段台語的 對 繞口令 我們來要聽看看 喔 再一次 老師來扣一下 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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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狗狗 薄薄 沒有 狗 壞 用薄薄 不是 你要有節奏幹嘛 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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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 用薄薄 是薄薄 還是 薄薄 還是薄薄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節奏感 對 他本來就沒有節奏感 我是大英雄 那你用你的八家醬來好嗎 來 用 預備 起 打狗 打狗 壞 用薄薄 是薄薄 還是薄薄薄 還是薄薄薄 我還是適合八家醬 對 你看他一八家醬的時候 就好像很順調 他在我們戲裡面呢 他演的是櫃檯妹 不是護士 因為很多護士已經抗議說 不要忘了護士演得那麼笨好不好 所以在我們家鄭重解釋 他是櫃檯的那個辦事員 不是真的護士 我們沒有污蔑護士的意思 最近有很多接待員跟那個櫃檯小姐 也在抗議了 不要摸我們的外面 好 謝謝 大哥呢 我跟他的交情呢 是蠻有的 所以說呢 我聽這個翁立友唱起來 有一點點哪裡怪怪的感覺 對對 就是沒有鬍子 可能會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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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翁立友在模仿余大哥 可能是比較早期的 早期的 你唱歌的時候比較真棒 沒有 你在說大白的 你說余大哥末期是怎樣 不是啦 現在余大哥在唱歌也不知道 我們在模仿 我們每次模仿都太誇張了 你現在模仿郭金發 余天啦 所以說每次人在模仿很恐怖 翁立友 先不要說 你看到姚蘇龍這個要怕死 哎呦 贏累更好 我看這麼多人在模仿姚蘇龍 你是最像的意思 他不只說聲音像 你穿的禮服也像 身材稍微高了一點點 再來是臉蛋也像 零件也像 哎呦 各部位那種零件 對對對 嚇我一跳 我就說我要換衣服 你被你偷看了嘛 沒有啦 我就看姚蘇龍啦 所以說姚蘇龍這個是陳蕾 陳蕾很大張的 沒有 這個太大張了 其實他們兩個 這是專門在模仿歌手的 曾經有那個歌唱比賽 我們在模仿寡親的比賽 他們兩位都是冠軍的 真的嗎 對啊 都是榜首的 有理由沒有啦 只有翁立友是從以前就唱歌 但是為了要上節目 製作台灣都要求你模仿嗎 對啊 所以今天這樣子 剛剛那一段只小試一下 小意思 而且稍微有造型 接下來我們不要管造型了 就再來選一位來模仿 再來模仿 一個人挑一位 一個人再挑一位 比如說像 黃洋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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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時候在比賽 我在講你 不是 其實黃洋哲一開始 在給觀眾朋友印象 他不是模仿陳蕾 是陳蕾郎 對 陳蕾郎 我們有一次還錄 友台一個節目的時候 他唱陳蕾郎 當天有靈異事件 都當機 真的啊 那一次 真的啊 你節目要兩三小時 對 我們節目時間很重要 你還要不要模仿陳蕾郎 不是 那一天剛好是 農曆七月的最後一天 很壞 對 那一天真的很壞 有點異靈異事件 黃洋哲也很會模仿陳蕾郎 喔 超像 而且就是模仿陳蕾郎 拿到總冠軍 友台說我沒什麼好嗎 心沒什麼好 心沒什麼好 這樣就好 所以黃洋哲等一下 接下來要模仿的是 陳蕾郎 陳蕾郎 還可以即興 你要叫我模仿誰 我有多好 不要太糟糕 不要太糟糕 為什麼呢 陳蕾郎也很像 其實他模仿很多人都很像 那翁立友來幹嘛呢 翁立友繼續 當然也要模仿 還有嗎 翁大哥 今天來做兩位前輩 一起上這個模仿節目 壓力很重 我看得出來 不然你就好啦 翁立友剛才說 其實模仿他都放不開了 其實不會 你剛才剛才學家庭 聲音很像 聲音很像 你認識最清楚了 你會常常模仿學家庭 陳蕾郎 陳蕾郎 陳蕾到底差別在哪裡 陳蕾郎就是要聲音的沙啞 沙啞 譬如說 譬如說 要唱之前要喝三杯高涼的 沒有 沒有啦 唱歌他的聲音比較扁 沙啞 所以你要叫沙啞 一定要這樣 喔 對 你那個水影 好像很像那個 彈蕾郎的感覺 你扁揚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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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簡單 但是你不能成為歐利友 他本來出手片 有自己的一條路 現在這台台東表現 本來是一個在家的表現 沒想到 劉明書 劉明書 其實我這段時間來 都是往國外發展 像東南亞 我也出過兩張專輯 你扁揚過三個年 沒有啦 當然你扁揚新加坡 沒有 我愛用國貨 我是去賺外病回來的 對 我還是愛用國貨 像國外出一些國語唱片 我最近還出了一張閩南語 在新加坡 新加坡 對 在新加坡也有出專輯 對 那像黃陽哲 很高尚 歌唱這麼人好 平常在Flydy上班嗎 沒有 我是前兩兩三年 之前我們有一個機會出品 那是怎麼那個機會 怎麼沒去 因為 有時候 有時候 沒有啦 因為錄音的製作品 錄得沒有跟你上 你們看這樣 有一個歌是他寫的 夢中前有一個歌是他寫的 對 你有寫歌 江蕙傑和阿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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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他寫的 夢中前有一個歌是他寫的 對 因為這首歌本來是獨唱 本來是我寫的時候 本來想說我自己要唱 那你買到自己沒出手 這首歌是給江蕙傑和阿杜 對 那你怎麼寫歌 可以大字嗎 沒有 可以大字 其實我寫歌 我都用那個頭部的記 喔 英格 頭部的記 因為偷二的 你小時候就喜歡唱 但是沒有學到一些樂理 所以我都記那個 然後錄起來 這樣下去 沒有這種 你真的要學寫歌 一定的力度是更金多點黑 對 不然你寫的歌 我到時候都被人的歌倒掉 都抄襲了 都抄襲了 旋律的招 對 有時候都英雄夾琴很清醒 但是你們個人的聲音 比較沒力氣 對 好了 這個黃洋子 其實他是滿優秀的 那個冰東人 對不對 對 這個家裡也是做那個 煉布的 煉布 煉布 我們常常都被人的 你們去的風胎口氣 但是這個農家子弟 這樣 看唱這樣是不簡單 讚 希望有機會 出個手 對 這最大的希望 對 應該 還沒有多過時間 現在有籌備 你丟丟丟給阿嬤 我最近又有在寫歌 有在寫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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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浪費時間 要死了 有啦 最近他還在籌備 最近有在籌備 有籌備 新專輯就對了 只有我們做歌詞 最初是一四人 不要說出一堆 出一堆留作紀念也很重要 對 對 你現在說話 說話就對了 是啦 不是說他啦 年輕人一定要出出品 怎麼會有自己的特色 希望說有出品 台灣新人鼓勵 像翁里友 你每次都不用說 每次節目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這個節目 就像我們人鼓勵啦 對 他們來最節目大家都知道 本來完全鼓勵新人 鼓勵到後面 那大小小小子 掉到蚵仔麵 不會啦 但是一般來說 很多人不敢讓新人 最節目啦 沒有就唱歌 有觀眾朋友 都沒辦法 沒辦法 尤其打歌最嚴重 但是我們 有度子這種的打 我們不怕 讓我們贏 我可以接受 得到 對 這次的打有 我真的可以接受 好 藍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